Hello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超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email来自尔湾公司的一些年中促销 对,这个大促销它不是所有的地块它都做促销 它是局部的一些地块 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过来逃一逃,捡一捡 看看有哪些地块是特别优惠的 是,看看有没有比较划算 所以今天不仅仅是跑这个楼盘 所有就是把那个促销的地块都拎出来 给大家做成这样一集视频 那我们第一个先去哪 Cielo在Portura Spring的这个新楼盘 OK,第一个简陋的给大家找到了 是Cielo的这个楼盘里面的二号户型 它这么多的地块它只有一个做促销 就是Lot 35 这个面积是3365尺四方 然后它目前的售价是255万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特别的地块感兴趣的话 私信我,我会告诉你它能够促销到什么样的价格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户型 它整个是挑高的一个客厅 然后厨房 餐厅不是I字型的,是这种L型的 这样显得这个餐厅呢 你在这一边好像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区域 还是不错的 我曾经很详细地拍过这个样板间 所以呢,我会放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 那我主要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view 景观地块呢你是可以排队的 那景观地块绝对是没有促销的 它不促销的地块就会是这样的景观 这样的view 看Irvine的这个cityview OK,那如果说大家对景观这种 因为要去到280嘛 260,280几对 不是很感冒的 但就想拿good deal的 那就来找这个Lot 35 Lot 35目前它因为是第一期 还没有卖掉的一个户型 所以它做促销 OK,好,我们再去探秘下一个楼盘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楼盘 它可能就只有一个促销的地块 OK,Let's go 三号户型它现在没有促销 但是因为我先生他没有来看过 这个新楼盘的这个样板间 我是很喜欢这个户型 所以呢,拖着它看一下 Ultra Hill的风景地块1000块一尺 我们Ultair的风景地块也是1000块一尺 所以这个Ultra Hill 800块一个风景 800块一尺的风景地块就有人消费嘛 所以它风景地块一出来就没有了 对,你也可以从这里拍 就是下面这场是Ultair Ultair你看它有很多很大的户型 但是它就没有风景 对 应该这么讲 这有风景肯定比没风景好 就是Ultair边上的一些挺大的占地的地块 但它没有任何的风景 是的 那下面这些房子都是要卖400来万哦 那人家面积大呀 人家将近四五千尺啊 战地都是万尺 面积、视力面积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小家庭 想要景观200多万的 也可能作为这个 在尔湾来说 没什么其他的标地了 对,当然风景还是稀缺的 对,也是这边的 那OK了 我们去下一个楼盘探秘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货 OK,现在来到了这个ZOO这个楼盘 在Portura Spring的 它也有一套 也就一套啊 它这个单子上大概有六套 Available 的房子 但是它只有一套促销 就是这个户型 一号户型 这个一号户型的 其中一个LOT 21的地块 它目前是有折扣 然后它现在的售价是216万美金 然后它的占地呢 只有3892尺 那它做促销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从第一期 遗留下来的一个地块 那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第一期开发商 它就想要早一点出售 对吧 早一点找到买家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大的力度 那这个就是一楼的整体的 这个布局 餐厅客厅 还有这个厨房 没有大的挑高 但是呢 是一个比较居家的四房 3.5玉 2792尺 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 然后想要拿到好的折扣 联系我 OK 它也有景观地块 By the way Azoo这边也有景观地块 但是景观地块呢 绝对也是不打折的 All right OK 我们接着两个楼盘搞定了 再去第三个楼盘 看一看 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简陋的 OK 现在来到了这个 Eastwood的这个楼盘 蓝公司的Fresco 那这个Plan 1呢 是2389尺 四房3.5玉 它目前呢 有两个可以买的lot 一个是136和146 其中lot136正在做促销 低于它平时的这个价格 大概七八万美金 现在是205万 那这个可以看到啊 整个厨房中导台 比刚才Petora Spring的 都相对要小一些 但是呢 它整个conservatory包进来 那你有的餐厅区啦 客厅区啦 整体的一楼空间 还是比较充裕的 虽然它只有2389尺 我们拍一下这个占地 那差不多的地块 就跟这个差不多 4000尺的占地 那在Eastwood的Stone Gate 还有Cypress 如果占地是这样的话 已经很不错了 是不是 对 挺大的 对 因为我们周末待客人 看过一间 两百四十几万的 没有什么地 没有地 就是half of this size 是的 但是这间差不多 它在促销的这个2389尺的 205万 我觉得 如果喜欢Eastwood的 因为它走路可以到它的小学 走路可以到过街的Zian Market 对 交通很方便 对 交通比较方便 对 所以呢 货源也不多 唯一一个促销的地块 Lot 136 所以如果大家 喜欢Eastwood的 想要这间新房的 这个唯一一个地块的 可以联系我 嗯 OK 现在来到了花果山 Reserve社区 哦 在明显这个 海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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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色好很多 你看这后面就是感觉看到更多的城市景观 是 那比普特尔尼认为就是这边的景观更值一点 呃 周末的时候在其中一个客人看过一套房是232万带景观的 嗯 我们现在去售楼处比较一下 嗯 现在在售的新盘 是多少钱 可以 一切它带不带景观 对 好不好 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逃到好一点东西 OK 那这个是Como在Reserve Ultra Hill的一个一号户型 它是四房三2494尺 那也够三口之交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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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没有挑高 但是其实你看它客厅也还可以 呃 院子 现在目前的尺寸就是跟要买间差不多的 是吧 院子就不是特别大 但是有VU 对 有VU 那VU呢也分满 有些看城市 有些看山 目前在卖的这几个呢 是看山更多一点 就是往那个右边那个方向更多一点 嗯 但是呢 不喜欢住二手房 想要买新房的朋友呢 这里倒是有蛮多的选择 而且这个是对口Northwood High的 很多你像我周末在看的客人 他觉得就是说 一千块一尺 很难下手 很难下手 他认为 尔班 他们现在有很多客人 能够下手的就是七百块以内的 就七百左右的 他们觉得 OK还行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跟开发商现在定价的这个出入 为什么开发商现在手上有这么多 这一串大家可以选 因为这一 大家一算这个单价都是八百多 九百多 对 都是这样 一千 下不了手 下不了手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开发商也意识到了 所以他现在想要做大的促销 也许我们下的offer就可以只减二十万 对吧 有这个可能性的 他们也许会take的 那反正喜欢买新房的朋友 反正 Let's try 对吧 下一个offer 如果开发商不take我们就拉倒吧 对 如果你缺手 跟我房子需求 现在可能是一个去谈价格的好时候 对 如果是上半年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机会去谈 没机会去谈 对 2号户型面积大一点 两千七百五十三尺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它是其实有一些普通地块 它的售价只有二百一十万美金 我们价格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就景观地块和普通地块差挺多的 然后它因为面积大 所以整体这边也就是比较的宽敞一点 中宝台也比刚才的要大一点 然后整个占地在整个como这边 都差不多就是这四千来尺的地 三千五到四千来尺的地 没有特别多了 景观地块也有 但是它景观地块卖到了二百六 就是这个户型 但是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的 可能考虑一下非景观地块 它是二百一 还有一套非景观地块只有一百九十七 为什么它这么便宜 就是在中间这样子有三个 就是这里便宜一点的 这外面的就是比较稍微高一点的 那也正常 你看外面的明显又有景观地又大 地也大一点 但是就是 如果预算够的话 我会选有景观地又大的 就是未来等到整个市场 升值的空间会更高 回复到比较好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是这种景观地块的涨幅要快 要快很多很多 对吧 买任何东西它有稀缺性 对 OK 咱们的俄伴公司的几个跑了一下 那除了这边可能还有那个 Ultra Hill Tasting 学区的 Grove 社区 也会有一些促销 那么俄伴公司我们就跑这几间 接下来我们去跑一下Lennart的 OK 没问题 因为在大公园 Lennart Rice Park 它有尾盘 尾盘那里有几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三房 就一百三十几万 Let's go 现在我们来到了Lennart在大公园的最后的一个尾盘 Rice Park 那它的尾盘现在剩下的货已经不多了 只剩下五套 这五套都在促销 那这套呢就是除了地面还没有做 那你可以选做地毯地板 剩下的就是已经ready了 所以呢它是要一个三十天过户就可以了 三十到四十五天 那那蛮好 对 地面留给你来选 而且你猜这个是多少钱 一百五十万 一百三十几万 两千尺的房三房 而且它楼上还有loft 所以这个想要给它重点推荐一下 这里呢是会是一个主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编户 所以很亮 对吧 然后那边主卧的卫生间 所以整体这个主卧的采光是很好的 还有它衣帽间在那边 再往这个位置走 它是有这个cabinetry 然后这里有一个全浴 全浴 然后这边的一个洗衣房 然后呢这边两个小房间的尺寸都很大 所有的这三间你发现吗 全部都是朝那个阳面的 是 三间卧室都朝阳面的 然后这里有个大的loft 就是你可以办公 嗯 这间房我都说实话 我自己都心动 你算一下它的平均square footage 那不到700 嗯 蛮好的 而且它还带一个这么大的阳台 你看这阳台有多大 来 真的好大 而且我跟你说 它其实是能够看到一点点的这种小公园的 所以 呃 因为这个 这个间房哈 它已经没有样板间了 所以呢 呃 大家以为这边都卖完了 嗯 所以不知道 是 其实它在这里尾盘还是五个 那我们可以往后面看一下啊 就是这间 嗯 这间 嗯 都在卖 就是 现在就是等于说这一期 这一条街的这几个 嗯 五个是它的最后一期嘛 是 所以它就是 它希望把最后的过程全部清空 全部就是卖掉 所以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就是133啊 136啊 137啊 140几啊 包括样板间都是140几 那这倒是挺有性价比的 非常有性价比 就是说 对于很多想要马上拎包入住的客人来说 呃 一个月的时间 他把地板新楼盘给你铺好 你就是一个新房 OK Rice Parker 最后一个在做尾盘大促销的 就是这个Adagio这个楼盘 Adagio这个楼盘卖的 之前卖的非常好 现在还剩下两个 一个是这套39 Lot 39 144万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三房2.5玉啊 它整体的这个客厅在一楼 呃 长条型的 这间房如果你是投资出租的话 我之前这个一模一样的货行 帮客人租掉是4600美金 啊 4600美金 然后所有的电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冷纳都已经是包含送给你了 只剩下地面了 然后这个厨房背后是车库啊 然后我们去楼上看一下这个户型 后台那个户型不一样啊 少了一个loft 对不对 少了一个loft 然后哎呦吓我一跳 这个battery 呃但是主卧比刚才的那个大 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你自己看一下 然后不给人家看是吧 哈哈哈哈 这个大哥他说 嗯 哈哈哈哈 太高笑了 这个是呃 主主人的这个货房 有些人他真的喜欢新房 啊 有些人真的是喜欢新房 而且这两间全部都是可以步行到 呃 Portura High 也可以步行到他的这个对口的小学 呃 Solid Park 是的 OK 哎 哥哥 谢谢你今天来看看这两个房子 现在这个是最后的存库 这是可以减漏嘛 嗯 我们已经调价了 因为市场改掉 LeNard也就理解说 有些客户贷款会 呃 每个月的业供会很吃力 所以他就调了价钱 嗯 呃 我们Rice 另外一个新盘 Solid Park 也有房子 但是呢 我觉得Rice Park是比较划算 第一位置会比较安静 安静一点 因为都到完了 对对 他离开大街跟学校也有一个距离 对吧 但是也能走路也能步行到 对的 而且这边这个游泳池也很想进 所以很方便要用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边的那个社区开发税就是所说的那个Merry Rose会比Solid Park低一点 对所以我强调呢假如客户Ready的话呢我刚才带你看的第一栋或者这栋都是很好 对 我是比较建议你选 对 大家会被那个Merry Rose吓到其实他每一个Merry Rose都有一个固定的价格 像刚刚像这栋的Merry Rose的Plan 1就是6,846 刚才第一个Merry Rose只有6,100块 对 所以其实你花了很低的这个 per square footage先买到了一套 只是说之后分期付了这个Merry Rose 然后也没有很高 对 关键这个跟Solid Park那个星盘比的话 它已经是成熟的社区 对 公园啊什么都Ready 然后你去学校什么都很方便 是的没错 好谢谢你过来帮我们开门 谢谢你啊 OK 那如果今天视频里面有任何一套大家喜欢的这个简陋的房源 大大大促销的房源 拿起电话联系我好吧 那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